7.27號脫嬰中心我們就先恢復可以縮脫的 我們一開始是說 因為在之前台北市政府已經讓那些老師、工作員都打疫苗 當然如果少數幾個沒有打的 那你就要提供三天內快篩或PCR 但是我知道這個會很麻煩所以意思就是說 還沒打疫苗的趕快去打 我們還是可以讓你補打 因為這個不打疫苗你知道 然後每三天要做一次篩檢 這個還是有實務上的困難 而且成本太高了 所以原則上是盡量去打疫苗 那麼其他這種深戰相關的單位也是一樣 因為為什麼我們這些會先開放你知道 因為我們讓年輕人可以出去上班 你家裡要照顧私自的爸爸或照顧那個小朋友你知道 變成不能上班這個也是困擾 所以我們在換寬的過程你知道 它的著眼點就是說 跟整個社會運作干擾比較大的 我們先換寬讓大家可以去 那其他這種什麼關渡自然公園 休閒農場都開放入場 不過還是禁止飲食 那台北製造所 口音東公園 反正原則上就是群聚飲食 我們還是禁止 也因為這樣所以內用不行 甚至這種試吃也不要了 那結論就是這樣 大家都很期待我也知道 但是 環顧你知道其他國家你知道 如果瞬間放開都 都會重新感染 所以我們還是穩紮穩打且戰且走 事實上這種所謂逐步解封你知道 我現在看來看去 也看不到其他國家有相同的例子 所以當你要做一件事情是 全世界都沒有範例可以參考的時候 我們就要更小心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跟市民朋友解釋清楚的